要想赴,先修路 这句话流传了几十年 然而面对高山大川 修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尤其是在两省 甚至三省交界的西部地区 因为地处偏远 人烟稀少 甚至修路的大型设备都很难运送上来 这也导致了有一些村寨 一直到近些年 随着道路的修通 才逐渐的出现在了人们的视野当中 因为我喜欢盯着地图看 看到西藏和四川交界的区域 金沙江分开两地 这里地处横断山脉腹地 海拔高,水流湍急 在地图上我们很明显能看出来 镇子,村庄都很少 在我的想象中 这里一定是类似于无人区一样 沟谷纵横,林木茂盛 直到我们从白玉出发 走到了金沙江边 这条215国道 才彻底的颠覆了我的想象 哈喽大家好,我是大琪子 我们现在是一路沿着欧曲 从白玉线已经走出来了 在我身后的位置就是 欧曲汇入金沙江的 一个两江交汇的场景 我们就从这个位置开始 然后一直沿着215国道 走到德格去 然后咱们一路上看一看 这个215国道的路况 也去欣赏一下 金沙江两岸的风光 这个交汇还是非常明显的 我们肉眼可见的一个稍微 都是修路施工路段 但我们的运气还不错 走上215国道之后 无论是路况还是风景都非常好 这条215国道 北起甘肃的马宗山 南至云南的宁尔县 从大西北到大西南 尤其是进了四川境内 路况变得复杂 两岸是雄伟的高山 底下是湍急的金沙江 地质灾害时常发生 就比如说德荣段 也是这两年才贯穿通车的 它的修建难度 我们也可见一斑 走在225国道上 两侧的风景 绝不会让你失望 宁静的村庄 河谷上整齐的青柯地 田间漫步的牦牛 都是一道靓丽的景观 在这里眺望对岸 西藏近在咫尺 但那边的路况要差很多 沿江的许多地方 都是陡峭的山崖 每走上几十公里 都会有一座桥 横跨在金沙江上 听当地人说 生活在贡绝县 江达县的人们 也会时常来到四川 这边去购买一些生活用品 也就是说 这条路的修通 帮助了金沙江两岸的人民 走出大山 意义重大 往山谷中俯瞰 就是汹涌的金沙江 金沙江 想必大家都非常熟悉 是长江的上源 在这个季节 雨水丰富 湿度流失呢 也相对比较严重 让金沙江变得比较浑浊 砖红色 显得浑厚有力 我之前看地图的时候 能想象到 在四川和西藏交界的地方 它这个路啊 是在深山峡谷里的 在我们走这条路的时候 也能够感觉到 这条路的修建难度 肯定是非常大的 像落石这种现象 都是非常常见的 两边都是悬崖绝壁 在这样的条件下 还能把路修得这么好 是让我们没有想到的 走在这条路上 可能经常会遇到一些 因为滑坡造成的修路路段 我们不出意外的 遇到了意外 因为白亚乡发生了滑坡 需要等到下午六点 才能放行 继续顺着215国道向北走 到了港拖镇 和317国道会合 很快就能够到德格县 这条路给我的感觉 就是路况良好 一路欣赏着 金沙江的峡谷风光 也感叹祖国基建的伟大 即使是遇到了意外 也是一次难忘的体验